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主的安排 收拾機會 驚喜可以跟我們三台中的兄弟 富士林中一團隊人 作為來紀念安慮勝利 感謝主的安排 讓小弟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一起遵守安慮勝利 我們這裡就安慮勝利 我們兄弟姊姊姊可以 來專心向神祈禱 藉著安慮勝利 我們大家兄弟姊妹可以 專心向神祷告 要讓我們的靈性可以 追求完全 讓我們靈性能夠追求完全 所以安慮勝利是 尋守給我們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安慮勝利是神賞賜給我們很難得的機會 要讓我們把這個 得到完全的時間 讓我們得到完全的時間 讓我們將來可以安然來敬主 讓我們將來能夠安然建主 當然安慮勝利 也讓我們兄弟姊姊姊姊 可以彼此關懷 那當然安息日 可以 弟兄姊姊姊 彼此關懷 也帶到西瓜 來歐路天上的心 藉著師哥 讚美天上真神 當然我們也要安排 讓我們有機會 可以 得到盡力 對著造就 那我們也安排機會 藉著真理得到造就 今天安慮要跟我們分享的就是 憔悴神的榮耀 今天安慮日要跟各位分享 尋求神的榮耀 什麼叫做神的榮耀 什麼是神的榮耀呢 神的榮耀就是 因到神的同在 神的榮耀呢 是因為神的同在 來顯出神 既廟的作為 顯出神奇妙的作為 在以賽亞書第九章裡面有說 在以賽亞書第九章提到 說我們的神的名 另外一個名字也叫做奇妙 我們神另外一個名字呢 叫奇妙 為什麼要叫做奇妙 為什麼叫做奇妙呢 因為他是 無所不靈的神 他是無所不知的神 説到他的無憾的能力 顯出他奇妙的作為 藉著他無限的能力呢 顯出他奇妙的作為 我們今天信主的人 就是要 讓神的奇妙作為顯露在我們周遭 對 這個出來奇妙15章裡面 在出歪集紀15章裡面 第六節提到 出歪集紀15章第六節 出歪集紀15章第六節 現出應謠 要發你的真酒 殺嘴對敵 我們的神是無所不靈的神 我們的神是無所不能的神 因為這樣現出這個奇妙 就現出他的應謠來 因為顯出奇妙 就顯出他的榮耀 甚至可以帶到他大人的酒 來殺嘴對敵 甚至藉著他大人之手摔摧仇底 所以我們今天信主的人 挖扣神 善明的應謠 我們信靠主的人 借神來顯出榮耀 我們不但在神的面前站得住 不但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還可以在對敵的面前站得住 而且還能夠從敵面前也站立得住 因為神出的奇妙的能力來 因為神顯出他奇妙的能力 在這個十篇87篇裡面 在十篇87篇裡面 十篇87篇第三節 十篇87篇第三節 說神的神 有應謠的書 我們是只有你講的 在這個世間 很多人覺得有比別人更好的地方 這就是他的應謠 在世人當中 他自己覺得比別人厲害 就是他的榮耀 別人沒有 我有 別人沒有 我有 別人沒那麼厲害 我很厲害 別人不行的 我可以 這就是我的應謠 這是我的榮耀 但是在神的教會裡面 但是在神的教會裡面呢 我們在說應謠 是完全只有神說的 我們說到的榮耀 是完全指著神所說的 所以 今天你在神的教會裡面 很多人認識這個道理 今天在神教會裡面 很多人認識道理 無論他在別人的感動 是萬人有能力 萬人的巧合 不管他在別人的眼中 是多麼有能力 多麼超越 他都不能很謹慕 他都能夠謙卑 因為 如果要說應謠 這是基督神說的 因為 只要講到榮耀 都是指著神所說的 因為我們人 不可以有那種 無所不靈的這個表現 因為人沒有辦法 有無所不能的表現 也很少有那種什麼叫做 紀廟的事 也很少有奇妙的事 雖然比別人比較厲害 但是 還算不到紀廟 雖然比別人稍微厲害 但是算不得榮耀 所以我們今天你在說的應謠 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榮耀 是神的教會在說應謠 是在神的教會說榮耀 是指著神奇妙的作為 是神的同在所說的 是指著神奇妙作為 還有祂的同在所說的 在以賽亞書第一章裡面 有什麼說 在以賽亞書第一章裡面 也說到 說我們今天要留意神的作為 我們今日要留意神的作為 因為今天我們所拜神 是看不到望不到的神 因為我們今天所敬拜的 是摸不到看不到的神 要怎麼來見證我們的神 他的動在 他的能力 要如何見證神的同在 還有祂的能力 所以我們要注意 我們要注意 有時候在教會中間 有人發現說 最近 真的有神的作為 最近大家可能有發現說 在教會比較少有神的作為 有很多人的活動 卻有很多人的活動 人的動作 還有人的動作 還有人的動作 人的表現 還有人的表現 有時候看起來很熱鬧 看起來很熱鬧 但是喔 像看不到神的紀廟的作為 但是卻看不到神奇妙的作為 就覺得說 我們需要有神的動在 我們會覺得需要神的同在 所以就特別用心跟神來親近 我們就特別用心與神親近 因為雅各書要這樣說 因為雅各書有說到 我們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們 我們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們 神如果親近我們 就可以看到神的動在 神若親近我們 就能夠看到神的同在 就可以看到神的作為 神的紀廟 也能夠看到神的作為 還有祂的奇妙 這樣我們就能夠見證 那我們就可以來做見證 我記得我們這個 很多教會 他們安排這個見證會 很多教會有安排見證會 有什麼要安排見證會 為什麼安排見證會呢 就是要見證說 神跟我同在 是要見證神與我同在 神跟我們初來人同在 神與我家人同在 神跟我們教會同在 神與我教會同在 所以有很多 所以會超過一些 平常奇妙的作為來發生 所以會超過一些 不可能的變作可能 不可能卻變為可能 這個軟弱的變作公共 軟弱卻變為剛強 冷淡的變作有信心 冷淡的變為有信心 這個神靈的感動 所發生紀廟的事 這是因為神靈的感動 所產生奇妙的作為 所以不知道要安排這個見證會 所以才安排見證會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有的教會見證會 就是很多人報名 但是我們有時候發現 見證會少有人來報名 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呢 說有啦 神有作為 但是那都很久以前說過了 對 說是神有作為 但是那是以前發生的 也說過了 別人也說過了 大家都也聽過了 大家都聽過了 新的喔 新的最近沒有啦 比較新的 卻最近都沒有 好像與神疏遠了 好像與神疏遠了 所以看不到這個神的作為 所以看不到神的作為 所以以賽亞書第一 就是說我們要留意神的作為 所以以賽亞書告訴我們 要留意神的作為 並且我們要 向神疏遠 讓神的作為 來發生 來分明 所以我們要與神親近 讓神的作為 能夠發生顯明 好讓我們可以 把這個 機會來做見證 讓我們能夠 把握機會來做見證 讓我們能夠把握機會 我記得以前 安休日的時候 很多人出來外面有見證 記得以前安休日的時候 很多人到台前來做見證 因為很多人 很多家庭 都發生很奇妙的事情 很多人家庭 也都發生很奇妙的事情 因為他們都跟神 很親近 因為他們常常與神親近 遇到困難跟神祈禱 遇到困難跟神祷告 平時跟神有親近 平常也與神親近 所以神同在 所以有很多奇妙的事情 所以有講到的時間 講到的時間 講到結束之後 不是結束 是大家說 我要見證 是每個人爭相來做見證 時間跟我們這樣而已 很多人要見證 不然你後面再見證 因為時間有限 如果要見證 要請你下一次才做見證 但是 不知道 從當時開始 那些人要見證 但是 好像這種事情比較少 但是不知道 從何開始 這樣的事情 越來越少了 就表明說 對神的作為 我們要去注意 所以表明 我們必須要對神的作為 要特別注意 並且我們 只用一點心 跟神來親近 並且要用一點心 與神親近 這樣 神就祖連 會顯明 祈禱在我們的 生法中間 那麼神自然就會顯明 祂的奇妙在我們周邊 祖連 有見證沒有說 你就撞下去了 就產生了見證 你不說你是受不了的 大家都也要見證 大家都真相愛做見證 不是說 叫誰見證 叫你見證 找你見證 找很久 不是說像現在見證 還找了很久 找不到人 這個蘇徒行傳十七章 怎麼說 《使徒行傳》十七章 有說到 說我們這個生活 動作 尊老 都在地神 我們生活動作存在 都在乎於神 這都在乎神 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事情 都是神在 安排 神在住 神在保守 神在保守 對 告神的感動 還有神的感動 還有神的感動 所以我們 再去就 這段聖經 來做一個 分享 早上借這段聖經 來做個分享 紀念都是神 在這些事情 你幫我們住 你幫我們保守 既然這些事情 都是神的帶領保守 我們今天 是不是 在這些事情上面 來 活動 來活動 那我們今天 是不是 藉著這些事情 與神互動 連後 在神所做的這些事情上面 顯出 他的能力 他的紀錶來 然後在這些事情上面 顯出神的奇妙作為 首先來 公告這個生活 首先講到生活 我們的生活 都在乎神 我們的生活 都在乎神 當然這個生活 包括幾個 生活包含幾項 包括我們 要住的地方 包含我們所住的地方 包括我們的婚姻 包括我們的工作 包括工作 我們在這些生活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神的作為嗎 我們在生活上 是否能夠看到神的作為 是不是有神的座位 是否有神的帶領 是否有神的帶領 這很重要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紀念是說 找求 就表示說 可能就是沒有看到 既然是叫尋求 就是可能沒有看到 就是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 就是不懂 就是不懂 現在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 原來我們的生活 都有神的安排 原來我們的生活 都有神的安排 絕對不是說 時間夠 就是十年間 就是 遇到這種事 不是說 時間到自然就會 遇到這樣的事 還是說 發現需要 來做這種事 也不是說 發現需要 而做這件事 其實一切都有神的安排 因為一切都有神的安排 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生活 都跟神有關係 也就是我們的生活 都是與神相關的 不是說 我來祝福 我來拜神 不是說我來聚會拜神 春的 春的是我的事 剩下是我的事情 我們跟神沒有關係 是跟神沒有關係的 以這個站棄來說 居住 以居住來說 因為 宿徒行團也沒辦法來講 在使徒行傳也有說到 說神限定人的 所大的境界 神限定人所住的疆界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 要去哪裡住 那我們今天要到哪裡住 我們要找求神 他會住而已 我們也要尋求神的帶領 譬如說 傳道人有很多機會搬家 傳道人是有很多的機會來搬家 我差不多 東部 西部 南部 北部 我搬頭頭 我大概東南西北都搬過了 以前都是說 負擔在那裡搬家 就搬來那附館了 之前是想說 負擔什麼地方的教會 就搬去那裡 到有一段時間 我就突然間 感到一件事 忽然間我就有次發現這樣的事情 欸 我要住在哪裡呢 他幫我擺好寫啊 我要居住在哪裡呢 都是神安排好的 怎麼我自己在決定說要去哪裡 為什麼是我自己決定要去住哪裡呢 那時候就要去哪裡 那時候就會懂得祷告 那時候就會懂得祷告 是啦 我現在要搬去哪裡 我現在要搬去哪裡 因為 有一次說 佛理不錯 沒有搬來佛理喔 有一次想說 佛理還不錯搬去佛理 那時候就負擔佛理啊 啊 南澳到外面 因為負擔佛理教會 南投原理 那時候說 佛理不錯 搬來佛理 他想說佛理好像不錯 搬去佛理 自己想的啦 是自己想的 那也 說好了 要做租說好了 要去搬去那裡 也跟房子 租房子談好了 要搬去那裡 結果有時間到說 欸不要租我們 結果時間到的時候 他不租我了 不要租都沒辦法了 不租我也沒有辦法 後來不能搬去佛理 後來不能搬到佛理 這沒多久 時間很短 就發生 救了他大地震 那時候時間很短 就馬上發生了921地震 我說 趕快沒搬去啦 還好沒有搬到佛理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大地震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地震 慢慢就說 欸我們要去大地震 就是要救問神 其實我們要住哪裡呢 就是求問神 後來這個 現在我在住這個地方 現在我住的地方 現在我住的地方 也是說欸 剛才有機會去訪問 看著說這個地方不錯啊 就是有一次訪問的機會 看到這裡不錯 說不來住這裡喔 不來住這裡 不來住這裡 那時候我就要去哪裡 那時候懂得禱告 說主啊我搬來這裡好嗎 就問主我搬到這裡好嗎 主說好啊 主說好 好是好我沒有錢 這個好歸好但是我沒有錢 主如果說好錢就來了 主如果說好的話錢就來了 不應該有錢的變成有錢 不應該有錢的 卻變為有錢 因為主說好就很順利 因為主說好的之後 就一切順利 所以說好 我們要去哪裡住 我們都要求問神 所以我們要去哪裡住呢 都是要求問神 聖經記載大衛也懂得求問神 聖經記載大衛也懂得求問神 我們來看三母年記下第二章 我們看三母年記下第二章 三母年記下第二章 三母年記下第二章 三母年記下第二章第一節 有三百八十年 有三百八十年 初後台北問雅華說 我去遊台一個聖堂 雅華說 台北說 我去哪一個聖 雅華說像火八輪去 這樣台北和他們兩個家 一個是雅雅人 一個是最貴加密人 哪八家的阿比嘉都去那裡 大衛將軍隊的人跟英國人的官司作為帶去 住在日北輪的生意中間 遊泰人來到日北輪在那裡 跟大衛做遊泰家的王 這裡說到大衛要去哪裡住他叫問神 這裡記載大衛要去住哪裡呢 先求問神 因為我們人要去哪裡住都是寫定好寫 因為人要到哪裡住都是神所限定的 有時候出國也是一樣 有時候連出國都一樣 不一定說要去住一國就是要去哪裡去 也不一定說去哪一國或去哪裡玩 就是說不一定去那裡住 也就是不一定去那裡住 有時候我們基督怎麼會讓我們去 有時候禱告求問神要不要讓我們去那裡 如果神說好就順利地帶領 如果神說好就順利地帶領 結果大衛會叫問神 大衛是懂得求問神的 原來神就是安排他去那裡 要讓遊泰人來故意做王 原來神安排大衛去哪裡住 是要讓尤大人來高利他做王 他怎麼知道 他怎麼知道呢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 今天我們有很多事情要發生我們都不知道 今天我們有很多事情要發生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要求問神 但是我們懂得求問神 神讓你住這個地方 住那個地方 神讓我們住這裡住那裡 那不是隨便的耶 那不是隨便的 像一個很驚奇的人一樣 就像一個很懂得下棋的人 剛才你要放在哪裡 那都是人也太好 哪個棋子要下在哪裡都已經早就想好了 那不是像不懂得下棋的隨便亂走 那不是耶 神都安排好了 神都安排好了 你住那裡 神就是有這個人要託你啊 你住在那裡 神就是有責任要託付你 那就是有工作要賦予你啊 也是有工作要賦予你 絕對不是隨便的 這裡空氣比較好 不是說這裡空氣比較好 這裡水比較好 或是這裡水質比較好 不是這樣 所以讓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在站棋的千山上面 我們會來追求神的營養 所以我們在千句上呢 也要懂得尋求神的榮耀 因為神就一定在住這裡啊 因為神預定你住這裡 神就給你感動啊 神感動你 神就說好啊 神說好了 哇 起廟事情就一直發生啊 到那裡之後呢 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因為本來這就是跟神有關係啊 因為這原本就與神有關係的 這個生活除了站棋的地方 生活除了居住之外 當然也有婚姻啊 還有婚姻 我們知道婚姻是神所設立 神所安排的 我們知道神 婚姻是神所設立安排的 神所鍛鍊 神所祝福的 而且是神所帶領祝福的 絕對嘛 不是說 here 身太多 我看家醫怎麼一隻 不是說他身很多 然後我選哪一個 異性 異性很多 我選哪一個 因為身早就配好了 其實神早就配好了 像那個 像那個 一個一個排 什麼圖啊 拼圖 像拼圖一樣 就像拼圖一樣 拼圖喔 當地後 當地後 好才會整百度才會漂亮 這拼圖每一塊都是位置都好的 才能夠拼得好看 婚姻也是一樣 婚姻也是一樣 行都配好色 神都安排好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有看教育 有時候我們自己喜歡的 我們也要祈禱 我們要禱告 是啦 是不是這個 求問神說是不是這一位 因為我們怎麼知道神在配什麼 你配到什麼人 因為我們也不懂得神要安排我們哪一位 我們不知道啊 我們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孩子結婚的時候在找對象的時候 以前孩子在要結婚寻找對象的時候 他也尊重是大人 他也尊重父母 說這好嗎 那好嗎 就問說這一位好嗎 我怎麼知道一個好嗎 我也不知道哪一位好 神才知道 我們一起禱告 如果神要給你那就很順利 如果是神要賞事的就很順利 所以阿伯拉罕如果找到他的寶寧去 為他的兒子找對象的時候 所以亞伯拉罕差遣 仆人為他兒子尋找對象的時候 加在這個老寶寧也很有信用啊 還好老仆人非常有信仰 他也會找到新的營養 他也會尋求神的榮耀 阿伯拉罕差遣 到了一個很深屬的地方 我們也知道說什麼人是我的主人 兒子的對象 哪知道說哪一位是我主人孩子的對象呢 他早就懂得祷告 他就懂得祷告 就求主賞識他好機會 這個好機會就是說 這如果是的話就怎麼樣 就是說如果這位是的話就怎麼 一個基督師說 真的出現一個對象 跟他說的一樣 結果祷告結束就竟然出現一個對象 跟他所說的一樣 所以我們婚姻要選擇對象 所以婚姻在選擇對象 我們一定要教託神 一定是要教託神 神一定把你招聘到兩個人的面前 神會帶領到兩個人面前 比如說神做夏娃之後 神造夏娃之後 神也是從夏娃帶來阿當的面前 神也是將夏娃帶到亞當面前 不是阿當自己去找的 不是亞當自己去找的 所以我們怕婚姻的選擇定面 所以在婚姻的選擇上 我們要求求神的營養 我們要尋求神的榮耀 不然誰知道說什麼人 跟你招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以後還可以很順利 我們也不知道誰跟我們住了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之後 會很順利 我們怎麼知道不知道 我們也都不知道 所以神知道 因為神知道 所以我們就先求求神 把我們招聘 所以我們要求靠神 求神代理 這個神娃 除了聖家 除了婚姻以外 這個生活除了居住 婚姻之外 也還有工作 還有工作 當然說到工作台上也是說 看比較近的 錢比較多 輕鬆的 當然大家尋找工作 都是離家比較近 事情比較少 薪水比較多 但是問題不是在那裡 但是問題不在這裡 問題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緊就是說 要做正經的事情 要緊的是我們要做正經的事情 藝福所述第四章有說 藝福所述第四章有說到 說我們要骨折做正經書 我們要努力做正經事 這樣就可以有存 還可以分給別人 這樣才有餘 還能夠分給別人 所以今天我們在選擇工作的時候 今天要選擇工作上面 我們要去祈禱說祖啊 救神 我知道要在哪裡做事 做什麼道路 你要求問神讓我們知道說 在哪裡尋找工作 像我的孩子會學校畢業之後 就像我的孩子學校畢業之後 我也問說 你他要做工作 做什麼工作 我怎麼知道什麼工作 他就問說要找什麼工作 我說我怎麼知道要找什麼工作 我們要祈禱啊 我們要一起禱告 就出現了這個神奇妙的這個端子 就出現了神奇妙的代理 什麼叫做奇妙 什麼叫做奇妙呢 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情 神就幫你安排了 神就安排了 用人來說那是不可能的 以人的角度來說是不可能的 因為 生活都在乎神啊 因為我們的生活都在乎於神 所以我們就問神啊 我們就問神 所以很重要就是要做正經的討論 所以重要的是要做正經的工作 幫助信仗他們早在開鑑馬店 有個信徒他家裡是開鑑馬店的 現在鑑馬店比較少 現在的鑑馬店很少了 以前我說是以前的事情 我說的是比較以前的事情 我去他們家訪問時看 他們家賣很多東西 也賣金座 我又看去他家訪問的時候 看到他家賣了很多東西 卻包含了金子 名子 名子 我以前就沒有看這個 現在來擺這個賣 我以前記得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現在怎麼看到他在賣 他說傳道 金座多好賺 他就跟我說傳道這個名子超級好賺的 比其他的東西更好賺 比其他的東西更好賺 我不敢叫他賣賣 我不敢叫他不要賣 我說人家賣金座多好賺燒水 這個有沒有人買的名字呢 來燒這個熱水 他說沒有啦 這應該都拿去拜拜吧 這個大部分都是拿去拜拜的 我們賣這個給人拜拜這樣感好 我就問他說 賣這個東西給人拿去拜拜這樣好嗎 他如果有信心的話就聽懂了 我跟他賺錢 我不敢賺他 我就只是提醒他 不敢阻止他 因為他如果有信心就聽懂了 他如果有信心的話就聽懂了 沒有信心說 團頭叫別人買賣 那很誇張的叫別人買賣 那如果沒有信心就就傳道說 這個要叫人家不要賣 所以我說這樣感好 我就問他說這樣好嗎 他沒有信心的話 他體育之後朋友在賺檳榔 有个信徒呢 他退伍之后呢 朋友在种檳榔 他朋友就邀他 我种檳榔 这檳榔给你割 割檳榔 批花 这很好谈的 我种这个檳榔呢 让你包这个檳榔 让你这个檳榔很好赚 他刚才我在那里教我问 那时候我在 珠穆镇那边他问我 他说团兔 我没有檳榔好吗 他就问我说 传到我卖檳榔好吗 其实他心里觉得 这已经很好的了 才来问 他其实心里想说 这个很好 所以才来问我 那也是觉得 这应该是 稍微有问题 所以不再来问 但是他也觉得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所以来问我 因为这 这刮这个檳榔 在买 这理顺很好 因为包这个檳榔 在卖呢 利润很好 我也不敢说 不可以 我也不敢说 不可以 我说你买那么多檳榔 你敢 不用自己吃一点檳榔 吃看看啊 我说你卖这些檳榔呢 要不要自己试吃看看啊 你如果 贪太多 你卖檳榔 你敢不敢 够减吃一些粉 那你如果 卖檳榔 赚很多钱 会不会抽烟呢 他想想就说 啊 阿坦榔 我知道啦 我知道 他就后来想一想说 传道我知道了 后来去做那个 公家的工作 后来他就去找了 公家机关的工作 到现在几十年了 到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了 因为那个 说起来 那头路不正经的 说起来 不算是非常的正常 我们不敢说 那不好 我们也不敢说 这不好 赚很多钱 赚很多钱 会不好 但是这个医药 我们看得到的 就觉得 只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看到一些事情 我们觉得 这个好像有副作用 所以 这个 生活跟神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生活 要与神有关系 我们要追求神的营养 我们要寻求神的荣耀 除了生活以外 神经有动作 除了生活之外 圣经还提到动作 动作也跟神有关系 动作也与神有关系 这个动就是 离开安静 这个动就是离开安静 这个静就是没有在动 静是没有在动 所以动静就表示说 我们今天 生活不可能都点点 不可能一直在动 动静就是代表 我们不一定都一直动 或是说不动 所以当我们开始要动 心里有感动 想要动动时 所以当我们心里有感动 要动作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叫做割位 也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计划 心里有想法 有割位 心里有计划 想法 就直接去做吗 是直接去做吗 不一定 也不一定 当然有些小事就不用说了 如果一些小事就不用说了 有些小事就比较重大 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 我们都要问心 我们应该懂得求问神 我有这种感动 这样做感受 我现在有这样的感动 这样做好吗 因为在真言十六章 才有这么说 因为在真言十六章 有说到 这个 真言十六章 的这个 第九节 真言十六章 第九节 说人的心 心计算自己的路 独独腰发筋 他的脚步 我们当情中间 有心 在跟我们担心 我们动静之间 有神的带领 所以 有些事情 实在是比较大 有些事情 比较属于大件的 你心里有在想 也在买割位 你心里这样想 也在计划 可以顶重吗 是否可以动作 问心 先求问神 因为 这个神 要让我们 在那个中间 看着神的座位 因为神要让我们 在这个动作当中 看到神的座位 你如果都没问 如果你都没有问 这不是神 要你去做的 或许不是神 要你去做的 这样就选不出 这个神的荣耀来 那么就选不出 神的荣耀 所以在这个 雅各苏第四章 最后一段来说 在雅各苏第四章 最后一段说到 说我们 明天在哪里 我们还不知道 提到说 我们明日要如何 还不知道 我们生命就像一片云雾 我们生命就像一片云雾 我们知道这云雾 变化很大 我们也都知道 这云雾变化很大 我们今天 有一个想要叮咚 这个东西 变化也很大 我们有个动作想做 但是这个变化也很大 价位好像很简单 计划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有时候变化很大 但是有时候变化很大 所以十五十人的说 十五节有提到 我们应当说 因为主要如何安排 我们不知道 因为主怎么安排 我们不知道 主要如何感动 我们不知道 要如何感动 也不知道 主要如何变化 我们不知道 主要如何变化 也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有些信徒会告诉我 所以有些信徒会告诉我 传道你当时要来我们这里 传道啊 您哪时候要来我们这里 我当然也很想去 我当然也很想去 但是主要让我去吗 但是主要让我去吗 我说主要愿意 我就会等会去 因为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去 我不敢敢压力去 我不敢压个日期 我说主若愿意 我是很爱去的 我就说主若愿意 我是很想去 主愿意 没有我不知道 主是否愿意我不知道 就祈祷啊 说神啊 说这样好吗 就祷告 求问神说这样好吗 所以十七十个人来说 十七节有提到 说人如果知道走神 乔不去走 这就是他的罪 这个知道走神 知道行善 就是我们今天你的地方来说 就是追求神的营业 像今天的题目就是 寻求神的荣耀 我们今天就知道 你问神 看神要让你做这个事情吗 我们今天就是求问神 看神要不要我们做这件事 你怎么都没问 今天怎么都没有问 你只想来想就去做了 只有心里想就去做了 这是我们的罪 这是我们的罪 想什么就去做 这是我们的罪 想什么就去做 是我们的罪 因为在这个中间 能让神的营业味 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这动作当中 是否会显出神的荣耀 还是神要把我们堕在那里 卡住吗 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否是神要带您的脚步 哦 这样就是我们的罪 所以这些是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的心态有感动 有结果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内心有感动 有计划的时候 有想法的时候 有想法的时候 我们去追求神 很明显的感动 我们要寻求神很明显的感动 在这个诗篇127篇里面 怎么说 在诗篇127篇里面提到 27篇的第一节 127篇的第一节 南市幽华建筑房屋 建筑的人就翁人努力 南市幽华 古修生地 古修的人就翁人 建筑 我们早上起来 晚上好睡 吃落落在来的饭 本是翁人 独独要罚所亲来 要叫他安然休息 我们有计划 有想法 我们有计划跟想法 我们跟神做一个交通 我们与神做个交通 我们为神 得到一个均定的方向 我们从神那里 得到肯定的方向 这样你这么会往连 这样才不会枉然 因为神要做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因为神要做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你想要做的是你的事情 你想做是你自己想做的 神是不是要做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才去祈祷 那么不知道就要祷告 如果没有就会翁人 要不然就会变成枉然 我们如果有在挖苦神 有在救命神 如果有依靠神求问神 就能安心休息 就能够安然睡觉 这没有一个心肝 一个大一个睡 就不会心 这样不安定 不会安定 你想的去做这个都不安定 你所想要去做的都不会安定 都不会放心 都不会放心 因为 神的营养没有照出来 因为神的荣耀不会出现 这个生活跟动作以外 生活跟动作之外 还有存留 存留也在乎于神 存留也在乎于神 对我们人来说 对人来说 最好是都常常在乎 我想要爱的东西 常常在乎 最好是我想要的东西都存在 所以这个存留 我们可以用两方面来说 所以存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就是我们的财物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财物 再来就是我们的生命 还有我们的生命 我们人多久 人活得越久 对财物会看比较轻 对财物会看比较轻 因为看了很多 因为看了很多了 有很多 你没在想自己就来了 有些你没有想 他就自己来了 是神所赏识的 有的时候 你没在注意 就没去了 有些是你没有注意 他就不见了 所以看了很多 所以也看了很多 我们今天对财物的气流 我们也要让神得到荣耀 今天对于财物的去留 我们也要让神得到荣耀 像这个欲伯 他的东西 出来的人没去之后 就像约伯 他所拥有的不见之后 他就说 我这个欲伯 出离母胎 也要欲伯 他说 他赤身出于母胎 他也要赤身归回 说收属的是神 收出的也是神 因为赏识的是神 收取的也是神 所以我们敌 我们敌 是不是 可以让主敌的荣耀 所以在得失之间 是否能够让神得到荣耀 是不是显出主的荣耀来 是否能显出神的荣耀 这也很重要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会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 好像与神没有关系 但是这都是与神有关系 但这一切都是与神有相关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拌的 是不是神给我们 虽然今天所得的是神所赏识的 不是只有神的东西 不是只有神才会赏识 不是只有神才会赏识 魔鬼也会赏识 魔鬼也会给人东西 譬如是 带人去救他 在哪里落地回来以后 亚伯兰财人救 亚伯兰他的罗德被救之后 有天上的神 化身向他显现 有天上的神向他显现 也有索多玛向他来找他 索多玛往来找他 也有索多玛往来找他 索多玛说 你人给我钱你都拿去了 这人给我钱都你拿去 亚伯兰说 处理你的罗都不要贴 亚伯兰说 处于你的我都不要 所以我们说 我们今天所得的是神给我们的 不是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的是 神所赏识的 那如果不是 这就看不到神的荣耀 那若不是神所赏识 就看不到神的荣耀 天下因为这就吃的 让你心来很不安 生活很不安定 反而你得到这些是让你生活不安定 对我们的生命来说 对我们的生命来说 我们都知道这生命在神的手中 我们都知道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 生命的来与去呢 是否显出神的荣耀 这有时候我们都要考虑 这些我们都要考虑 约翰福音11章里面这样说 约翰福音11章提到 这广告是涅沙漏的建政 讲到拉撒路的见证 约翰福音11章 第30 约翰福音11章第三节 说他只要两个人就找人去见亚索 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看病 亚索听着就说 这个病没得到死 哪是为了神的营业 让人的侦因此得亚索 我们从拉撒路生病当中 我们可以去注意 我们的离开世间 是不是可以显出主意亚索来 我们就注意到离开世间 是否能够显出神的荣耀 这个约翰福他要离开世间的时候 约翰福要离开世间的时候 圣经说他国外了百多岁 圣经说到他又活了一百多岁 一百多岁 甚至他看到他的子孙四代 甚至他看到他的子孙有四代 提到约翰福年纪老迈能满足而死 感谢主啊 我们看到他的操练 看到神给他的祝福 感谢主 我们看到他的操练跟祝福 第一 离世中间看到神的营业 在离世之间看到神的荣耀 当然相对来说 也有人像伊赛亚书57章所说的 有些也像伊赛亚书57章说的 神将一人取去是免去将来的祸患 神将一人取去是免去将来的祸患 应该是这种比较比较老就离开世间的 是指着比较没有那么老而离开世间的 年纪还没老怎么离开世间 就年纪还很年轻就离开世间 感谢主啊 以后可能他会遇到祸患 所以神现在给他戳去 感谢主啊 可能是以后会遇到祸患 所以现在神取得他 所以我们出来的人 是不是能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是否能够明白主的旨意 能够接纳神的安排 能够接纳神的安排 现在看主说 你在这个大事上面 要来追求神的营业 我们也看到在这件事情上面 来寻找神的荣耀 因为神在神死上面 绝对不会安排不对 神在生死上面绝对不会安排错误 你应该万年死的 结果你近日就死了 不会说你原本要明年死 却精灵死了 你本来应该是老在死 怎么年轻就是死了 本来是应该老的时候死 却年轻的时候死 神啊 你安排不对 说神啊你安排错了 神怎么安排不对 神会安排错误吗 传道书第三章也有说啊 传道书第三章有说到 生有时 生有时 时有时 我们神是活命的主 我们可以完全接纳神的安排吗 我们是否能够完全接纳神的安排 过去也有一个做妈妈的人 过去遇到一个当母亲的 当然做妈妈比较疼的儿子 当然身为母亲比较爱孩子 当他的儿子在青年的时候就在世 这个当他的孩子在年轻的时候离世的时候 他对神很不语解 他对神非常不谅解 旁边的人也看出说 神的安排他不能接受 旁边的人也看到对神的安排他无法接受 不知道几十年都没来聚会 十几年都没有来聚会 十几年 几十年 几十年 几十年都没来聚会 不知道有来吗 我不知道 后来有没有来我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对神在家里的人的安排 所以今天我们对神对我们家人的安排 我们要让人看出神在家庭中间 有在座营业 有看出神的安排 我们要让别人能够看到 这些安排有神的荣耀 我们能够接纳 这也很重要 这也是非常的重要 有的人刚才有家人离世 有些人遇到家人离世 母亲都全家人说神啊 你怎么这样 这个搞得好像全教会都说神怎么这样安排 因为大家都很不敢 因为大家都很舍不得 这很好的人 这是很好的人 还没有老呢 还没有老 很热心的 非常热心 怎么离世 为什么离世的 那像说如果要离世的那些没在座营 那些人离世 好像说到说如果离世的应该都是那些没有聚会的 比较没有道理的人 比较没有道理的 我在想说天堂不可以这样 我心里想说反而不可以这样 对神有明显的关卡 除非神有明显的管教 比较没有道理的人不可以这么早死 比较没有道理的不会那么早死 不可以这么早死 不能那么早死 神要给他机会来悔改 神要给他机会来悔改 神要给他机会发热心 神让给他机会来大发热心 将来不能去天国 那将来才能够去天国 所以那种人离世 有人很不良解 所以那种人离世 不会有人不谅解 就是说这么热心 还没老就离开世间 就这么热心 还没有老就离开世间 神要给他掉头回去 为什么神召他回去 我们今天对神的旨意能够明拼 我们今天对神的旨意能够明白 可以接纳神的安排 也能够接纳神的安排 神的荣耀才会显明 那么神的荣耀才能够显明 我们再来说一项 再说一点 就是说在我们的福祭上面 要让主的荣耀来显明 就是在服事上 要让主的荣耀显明 因为神要接到我们的福祭 来得到荣耀 神要借着我们的福祭 得到荣耀 感谢主 我们今天得到神恩典的人 感谢主 今天得到神恩典的人 神也赏识很多恩赐 要让我们有机会来福祭神 要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服事神 但是今天要服事人的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都是在注重灵修 有很多人是注重灵修 有在注重对求 让神可以跟我们同在 在追求神与我们同在 显明说 咱就是神的福人 在显明说 我们就是神的仆人 所以 在福祭祖的这个事情上面 在服事主的事情上 我们要知道主要得到荣耀 我们要懂得要让主得到荣耀 马太福音24章要说 马太福音24章提到 中心的福人要爱惜本牛 中心的仆人要爱惜 按时分量 按时分量 爱惜分量 按到这个时候 要按着这个时间 比如说 今天我们有在这儿做会 比如今天在这里有聚会 神要让这些人听到什么道理 神今天要让这里的人听到什么道理 不是说道理这么多 不是说道理很多 随便说都有 但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 这个信价 要在这里是一定的 但是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地点 这个信徒要得的道理是一定的 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在这里我们的工程一堆 或许我们的奖章一堆 但是不是 什么都可以说的 也不是什么都可说 因为神有暗算 在这个时候 这些人要听什么道理 因为神有打算 在这个时候 这些人要听什么道理 所以 哪有的人 感觉上 这个头疼的问题 这领会者感觉上 最头痛的事情 不是道理 要怎么说 不是道理要该如何说 有时候 受到邀请要讲道 有时候受邀请要讲道 没有你看 在什么地方你跟我说 我来说 就会请对方提供什么道理 我来说 什么题目来说 你地方我就可以说 你题目给我 我就会说了 但是 在这个时候 在这些人要听什么道理 这我不知道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这些人听什么道理 我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领会 所以今天如果有机会领会 哇 感觉头很痛 就会觉得头痛 是神要叫我说什么 神要我在这个时候说什么 这些人是要听什么 这些人要听什么道理 神你知道我不知道 神知道但我不知道 所以来祈祷 所以要知道祷告 神啊 感动的这个道理是什么 就是求问神感动的道理是什么 这叫做按时分量 这是按时分量 这是领会人觉得最困难的事情 这是领会者觉得最困难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 领会时间没多长 因为领会的时间不长 但是要知道神 让我们说什么时间比较短 但是要知道神要让我们说什么 比较适合 就是要祈祷 就是要祷告 所以中心的仆人就是要按时分量 中心的仆人就懂得按时分量 并且这个福祭主的人 要在到神的肯定 服侍主的人要得到神的肯定 在这个《使徒行传》13章才有这么说 在《使徒行传》13章有提到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章20章20章 《使徒行传》13章22节 《使徒行传》13章,这是他人 藏我神意的人凡事尊认我的知意 在这里说到 今天我们的学在主要在到神的肯定 今天这里提到说 我们服侍主要得到神的肯定 像大卫一样 像大卫一样 要凡事遵循神的旨意 要凡事遵循神的旨意 得到神下神的心意 要得到和神心意 这个所谓不是这样 扫罗不是这样 神叫他去做什么 神叫他做什么他只是说好 结果做的不是完全照神的意思 但所做的却不按照神的意思 神就不要他了 因为神在扫罗身上没有得到应用 因为神在扫罗身上没有得到荣耀 所以我们今天福祉主要让主就应用 所以今天服事主要让神得到荣耀 像大卫一样 得到神的肯定 得到神的同在 我们来看这个烈红记相13张 请看列王记上13张 来公告一个少年的先帝去团警告 提到一个年轻的先知传警告 结果神怎么说呢 结果神怎么说呢 最后 最后 列王记上13章20节 列王记上13章20节 说两个人在识时 压阀有的喝到那个带神灵到回来的先帝 他就对那个为优待来的神灵说 压阀的说 你既然为优压阀有的没尊手压阀你身的名人 天堂都回来在压阀 无论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落喝落 因此你的实体不能进入你烈造的盆盆 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来作弊 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责备他呢 因为神派要做的工俗上面 神没有得到荣耀 因为神派他工作上面没有得到荣耀 所以今天我们在福祭主要想说 神有得到荣耀吗 所以今天服事主要想到是否有让神得到荣耀 当然也有很多人都用自己的一个想法 所以虽然有一些少数的人用自己的想法 他福祭主要就是要让人买义 他服事主是要让人认识他 要得到知名度 但是这跟这个 让神的荣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跟与葬神得到荣耀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今天在福祭神要让别人看着说 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显出神的祁标来 我们服事主要让别人看到在这个地方显出神的荣耀 这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那像这个佑色比辈到埃及的地方 就像约瑟被卖到埃及 这个主人就这么说 他的主人就这么说 我看见神还在同在 我看见神与你同在 是不是说神站在这个佑色的旁边 是否这样是神站在约瑟旁边呢 应该不是在说这个 不是在讲这样的事情 在说一个年轻人有这种聪明的智慧 是在讲说为什么一个年轻的孩子 有这样的聪明智慧 有神同在那种巧合的智慧 有神同在的超然智慧 在这个爱情人的地方 在这个很深夙的地方 处处显出他这样 真不一样 很特别 处处显出他的特别 这个特别 如果不是有神同在 不可能这样 如果这个特别也 万一也不是说 没有神的同在而能够显出的 所以说我看到神与你同在 所以主人跟他说 我看见神与你同在 所以我们福西主要让别人 看到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福祉主要让人看到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来看这个立位纪第十章 请看立位纪第十章 立位纪第十章第一节 十章第一节 阿伦的章哪一节 阿伦的章哪一节 阿伯让国际各自的厢务 地中会加上乡 在压外的民情 现上反会 是压法无反复因的 就会为压法的民情出来 将他们受罪 他们就死压法的民情 这样摩世对阿伦说 这就是压法所说的 我要在清坤外人中间 现做生 在正八十民情 我要在压法 当阿伦的孩子 他现上身所无反复的反会 但亚伦的孩子呢 在神面前献上 神不喜悦的反复 没有吩咐的 结果他们就死在神的面前 他们就死在神的面前 那时候摩世说话 那时候摩世说话 神要在清坤他的人 现做生 神要在清净他的人当中 显为善 就是在服侍他的人 身上显出有神的圣洁 就是在服侍他的人身上 显出神的圣洁 在八神中间 才能看到神的营业 那么在百姓当中 才能看到神的荣耀 所以服侍神要有圣洁 所以服侍神要圣洁 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 像这个出来及其十九章 才所说的 像出埃及记十九章说的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 说你们要整个 做这些国土 做圣洁的国民 最后你要跟医生的人说 我看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有过叫清坤我的最心爱主杰 恐怕我夫人甘出来 极杀因 神要在服侍他的人身上 让人看到他的荣耀 神要在服侍他的人身上 看到他的荣耀 我们只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我们就要祝洁 我们要自洁 如果没有 我们在服侍神 神没得到荣耀 那么我们在服侍神上面 就要让神得不到荣耀 可能看到你的感受力 只看到你的工作 热忱 只看到你的热忱 看到你 让人看到众人 所认识的那一面 但是没看到神 但是却没有看到神 没看到神 祂的奇妙的能力 没有看到神奇妙的能力 没看到神的同在 没有看到神的同在 没有感觉有圣灵的感动 也没有感觉有圣灵的感动 譬如说 有时候我们虽然是祝会感动 有时候虽然是聚会讲道 有很多人听到他 没什么感动 有些人听了之后 没什么感动 我说我也发现 我也曾经这样 因为现在有很多机会 听人的感动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机会 听别人讲道 我们也很认真的听 我们也很认真的在听 听到一后 没有感动 但是听了之后 却没有感动 因为如果是神那里来的 一定有感动 如果是从神那里来的 就会有感动 圣灵的感动 圣灵会感动的 没有 有时候没有感动 但是有时候却没有感动 所以没有圣灵的感动 所以没有圣灵感动 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作为 没有神的作为 最少也有一项吧 至少也有一项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一项有 没有一项有 神有在哪里的荣耀吗 那么神是否有得到荣耀 可能神就没有在哪里的荣耀 可能也没有让神得到荣耀 所以服事神是要在哪里的荣耀 所以服事神 神要得到荣耀 我们必须要追求圣洁 萨迦利亚书第三章有记载 神质备大祭司约书亚 提醒一件事 提醒他一件事 说你就要圣洁 你要圣洁 这样你就有机会 再到神的面前来服事主 那么你就有机会 在神面前服事主 这样 尽量在我们看出 这个服事神的荣耀 那么众人才能够看到服事上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很多心 表面上看起来很热心 我们付出很多在服事神 付出很多在服事神 可能别人也给我们赴露 可能别人也赞美我们 你吃着心 也说到你很热心 你吃辛苦 你很辛苦 你服事神很出难 你服事神也非常出力 但是 有看到神的作为吗 但是否有看到神的作为 这很重要 这非常重要 服事主如果没有看到神的作为 这个服事就定于康康了 服事主如果没有看到神的作为 等于是空渴 所以我们服事主要追求神的荣耀 所以服事主要寻求神的荣耀 我们本身就要追求圣洁 我们本身要追求圣洁 神才会显出荣耀来 神才会显出荣耀 这样我们的服事才会计划 这样服事才有价值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时间关系 分享到此 我们的吟诗 唱诗 三百九十八首 三百九十八首